新任信義分局長吳靜田 被我們獨家捕捉到 他親自到台北101巡視 雖然現場他不發異語 但是呢今天早上在市長 柯文哲主持的交接典禮上 吳靜田強調 在處理愛國同心會的問題上 一定會取締非法 交接一記 午日上午在台北市府 舉行台北市警察局 新舊論分局長大隊長交接典禮 由台北市長柯文哲主持 台北市警察局長邱風光 擔任尖交人 希望你們在邱局長的領導下 就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那其實這次人事調度 我是完全沒有插手 這次新任的分局長中 最受矚目的就屬接任 新一分局長的原士林分局長吳靜田 要如何去解決在台北101前 曾多次知識的愛國同心會 101大樓的 這些團體的狀況 我們日上是保障合法 取締非法防制暴力 這個原則 那未來這個原則 我們會一定會落實的去做 充分的去保障表現自由 但是也不可以妨礙到法令 或者是說妨礙到他人 新一分局長吳靜田表示 因為還沒有上任 所以目前還沒有跟柯市長 有任何的報告或接觸 我曾經在新一分局 督察組擔任過組長三年 那督察組就是處理 聚眾活動的工作 那我也在中正一擔任過副分局長 所以在這一塊 應該是說還可以很熟悉 新一分局長上任 對於接下來的挑戰信心充足 而柯文哲在致詞中提到 會在他的任內 盡量讓警察的考核升遷 獨立自主 不會受到民代或政治人物的影響 讓升遷是公平的 新唐靈亞太電視 陳惠雅黃庭峰 台灣台北報導